哈嘍各位 首先呢 先祝大家兔年新年快乐啦 没想到这次的过年来的这么的快 不知道大家这次有没有趁着过年的期间 玩一玩一些想要玩的游戏 甚至是在家里耍费啊 或者是出外走走甚至是出国呢 这次的假期也算是蛮长的 不过啊 或许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 年假已经结束了 虽然年假是结束了 但是新的游戏发售总是不会停下脚步 而这次二月呢 阿伯还是依旧推荐了一些 自己有兴趣的游戏 来给大家看看哦 影片中一样会依照游戏发售的顺序来做介绍 如果没有介绍到的 或是你有推荐的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哦 那我们就开始这次的游戏推荐吧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啊 有没有玩过FB上的餐程游戏啊 或者是早期的梦幻西餐厅 甚至是地狱厨房这个节目 为什么会讲出这些东西呢 因为阿伯自己看过这款游戏的介绍后 感觉就是这三种加起来的感受啊 模尼的生活是大厨师啊 在这款游戏中呢 身为一家餐厅的主厨 除了要烹饪美味的餐点之外 包含餐厅的摆设啊 也是蛮详细的 玩家必须依照客人的点餐啊 提供菜色 从切菜烹饪到摆盘 也必须一手包办哦 而对于自己 经营的餐厅来说啊 让自己餐厅声明远播 以及良好的收益正循环 也是必须考量进去的哦 毕竟啊 没有钱 什么事都不能做对吧 游戏中除了做料理之外啊 也要注意顾客的评价 玩家最希望的啊 应该就是莫过于登上米其林的指南之星了吧 想要体验经营一家餐厅的感觉吗 或者是想要超越戈登吗 这个二月啊 你就有这个机会了哦 下一款 霍格华兹的传承 由哈利波特奇幻小说故事啊 背景改编而成啊 开放世界的魔法动作游戏啊 霍格华兹的传承 我想这一片游戏片 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游戏啊 救阿伯自己啦 也是非常期待 毕竟以前有看过 哈利波特的小说 虽然只有看到第三集啊 第四集之后就没有什么时间看了 那对于小说描述的哈利波特世纪啊 觉得还蛮奇幻 而这次的故事呢 主要就是描写在19世纪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要跨过 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的那个天玄之人啦 到霍格华兹成为一个魔法学徒 中间呢 当然少不了故事中的特别桥段啦 例如学院分类的桥段啊 又或者是 薄米村 猪头酒吧 我想啊 波特迷应该都是恶熟能详才对 虽然各个平台啊都会有发售 不过发售日期会有些许的不同啊 那亚伯自己啊 应该是用PS5来游玩吧 游戏的内容啊 可以说是连狼板木 不但可以自己打造自己的角色 与制作魔药外 也可以学习各种魔法啊 甚至连黑魔法也可以喔 而且连夺命咒也有啊 不过啊 制作小组说啊 像这类型强大的法术啊 司法动作会比较久一点 大家可能还是要依战况来施展啊 那不管是战斗呢 或是解谜啊 还是探索古老的 遗迹学习古魔法啊 甚至是随着日夜特定的时间啊 取得关键的道具啊 或是特别的任务 也都有涵盖在设计里面喔 没想到喔 这有生之年又可以当学生了 而且这次还是当魔法师呢 不知道啊 有没有很多玩家是Final Fantasy的粉丝喔 而这款作品啊 我想对于喜欢Final Fantasy音乐的玩家 或许可以收藏一下喔 节奏剧场Final Barline 就是一款收集了Final Fantasy 歌曲的音乐游戏喔 不过啊 既然是这一列的音乐游戏啊 当然要看一下里面的歌曲数目了喔 官方是说 总共会有385首乐旗 而其中呢 又会有167首微星曲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对吧 如果你是买最终版本的话 包含所有DLC的项目的话 总共会有502首曲目喔 哇 应该是玩不玩吧 当然啦 这些曲目也包含了 史克威尔·艾尼克斯的一些经典游戏音乐 像是尼尔自动人形啊 八方旅人 或者是圣剑传说 甚至是Saga以及 超时空之药的乐曲 也都包含在里面喔 那游戏中呢 他的音乐调性有三种关卡 不管是你知道的战斗音乐关卡 或者是原野的音乐关卡 甚至是活动的音乐关卡 你都可以挑一种来玩喔 当然啦 你也可以根据喜欢的系列来进行游玩 也可以透过网路来进行连线对战 想要怀旧Final Fantasy的乐群吗 阿伯自己啊 觉得这款真的算蛮超值的喔 毕竟啊 现在音乐游戏 大部分都是订阅制啊 这款真谛 可以收藏看看喔 没想到EA跟光荣特库魔竟然要联手打造一款 类似魔物猎人的多人狩猎游戏啦 虽然说是联手打造 但制作应该都是交给光荣特库魔比较多吧 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款3A级的狩猎游戏狂野之星吧 游戏中主要强调弱超的古代科技运用 来辅助玩家进行狩猎 不管是采集啊或是移动啊 那以目前官方公布的内容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弱爪之处了 大家也可以上官网去看一下 阿伯在下面也会列出官方网站 所可以使用的所有弱爪数 武器部分的话 不管是近战还是远程都有 目前总共有8种武器 可以供玩家选择 阿伯是有看到类似太刀的武器啦 到时候应该是会使用他看看吧 毕竟可能太刀拿习惯了 而游戏中最多可以三人一起连线 也有大厅的设置 这个设定其实跟魔物脸人真的还算蛮像的 不过呢 这款游戏可以跨平台连线 这个可是魔物脸人所没有的 不知道正在看影片的你呢 会选择哪一个版本呢 而目前官方的技能 阿伯觉得在正式版中应该会额外再增加一些些吧 自己还是蛮期待这款游戏正式版的到来 应该正式版的时候大家可以找我一起连线喔 下一款 人中之龙维新集 想要体验明治维新时代吗 你有这个机会啦 人中之龙维新的重制作品 人中之龙维新集 也将于二月发售喔 大家所熟悉的人中之龙角色 也都在这个作品里面登场 当然啦 是少不了中文化的啦 毕竟在之前的版本也是没有中文化的 而这次呢 采用的是虚幻引擎式重新打造 游戏中所在的时代是日本的幕府时代 但是不会是依照正式的发展喔 那玩家呢 可以扮演着版本龙马来进行战斗喔 战斗中呢 有着不同的战斗风格啊 斩棘、枪棘、乱武、格斗 这四种 那玩家可以善用这四种风格来击败对手 以目前看宣传影片打起来的感觉还蛮爽快的 而且技能之多啊 喜欢玩动作游戏的人应该觉得不错才对啊 有些招式动画的演出真的是蛮久的 也还被自己来观看的感觉啊 我是期望这个动画到时候是可以关掉啊 这样比较可以节省一些游戏的时间 以及精神上的比法 话说二月怎么那么多游戏啊 好像有点消化不完了 下一款啊 骑鹿旅人2 没想到骑鹿旅人要出第二代啦 画面风格依旧是点阵图融合了3DCG的HD 2D来表现喔 这种风格的游戏啊 北真的是太喜欢啦 橡树游戏骰锅 目前官方已经公布了故事中的八种不同职业 游戏的玩法依旧是在旅途中与其他伙伴相遇 你可以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作为开头 而体验了八种角色的故事之后 就会慢慢开始走向游戏的主要故事核心 这次也有加入了时间的变化概念 不同的时间能触发的任务事件也不同 游戏风格当然是大家所知道的传统JRPG啦 而这类型的游戏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阿伯是建议可以玩玩看啊 要前往何方要做什么 要成为哪个故事的主角全都有你决定啊 不过啊 我说SE最亲应该不会再让大家失望了 下一款啊 新枝卡比Win豪华版 好的 那个可爱的粉红色恶魔又回来了 而这次的卡比之心如标题所示 大家应该也知道是从之后的版本 虽然阿伯这款没有玩过 不过看在卡比这么可爱的面子上 我一定是买单了 这款游戏依然可以四个人一起游玩 我想家里有小朋友的 这款应该OK吧 玩家可以善用卡比的复制能力 将敌人吞入肚中取得敌人的特有能力 游戏画面看起来就是舒压又欢乐 而且除了一起冒险之外 本作还有很多多人游玩的小游戏 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话 真的可以说是合家同乐的最佳选择 不过这类型的动作游戏 通常在破关之后 重复有意愿 以阿伯这个年龄来说 通常不会真的太高 那你问我为什么要买 因为卡比真的太可爱了 对阿伯这种紧凑的上班族来说 有时候下班玩一下这类型的游戏 其实也满输压的 好啦 以上就是这次的阿伯2月的游戏推荐了 那影片后面呢 也有不少的2月的游戏要推出啦 玩家不妨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游戏 那影片后面呢 又来讲一下阿伯最近发生的一些小插曲啦 哇 最近大概就是过年了吧 过年想必大家家里 都会有很多年夜饭 桌上的菜色 真的是从除夕那一天 一直到初五 都不会换 阿伯家里其实也是一样的 一腾再腾 其实有时候真的很希望这种 算是劣席 把包口可以改掉 不然那些有一些 吃不完的年菜 其实这样丢掉还蛮浪费的 毕竟呢 过年呢 可能大家都想说 会有客人来啊 然后觉得 一定要让客人吃饱 就是一定要有 年年有余 明年才会过得好 老实说啊 我觉得以现在来讲 我觉得煮刚好要吃的就OK了 那不知道大家家里 是不是有这个状况呢 呵呵 我相信应该都有啦 那接下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啊我的YouTube收益 终于下来了 这件事情还蛮感动的 因为之前在2022年YouTube的一个策略 让阿伯其实有一个款项一直收不到 然后终于在最近 也是下来 跟YouTube官方联络快半年了吧 然后刚好在今天获得这个消息 真的是倍感欣慰啊 虽然钱也不多啦 不过毕竟是自己努力的 有拿到的话 总是对自己来说会比较开心一点 啊这个大概就是这次的一些小闲话家常啦 那电玩展的话呢 阿伯自己是没有去 其实还是蛮想去的 因为那一天刚好下雨 然后可能下午又有点累 就懒得去扔几人啦 大概就是这样啦 好啦闲话结束了 那以上就是这次的二月游戏推荐啦 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的话 不妨可以按个赞 有空都回来看看 我是阿伯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啦 各位拜拜